美好的周末时光,大家一起唱佛曲吧! 你真的没听错,13号上午10点,农产市正传出一首首美妙悠扬的音声,上百位民众齐聚一堂,唱出动听轻信的佛曲,墙壁上一幕幕MV投影画面,带领大家忘情游历在热音与法音交织的智慧海中,静下心可以聆听到许多长着青涩而沉厚的赏音,仿佛让我们搭上时光机,回到昔日荣弦时候, 环举高歌的快乐 今天农产寺邀请三位老师指导,一句句带着学员练唱,分享唱歌小沛包。 有长者用手打拍子记节奏,有人情操笔记,美妙的歌声更吸引许多参访民众,辅老稀佑加入。 由创办人圣言法师,清写如来如去的歌词,意境深远。 学员跟着李俊贤老师,以内敛温厚的情感来诠释这首寇仑心弦的台语佛曲。 有人初次跟着唱,就感动得掉下眼泪。 主持人更透露,原来李老师正是如来如去的原唱者,让学员惊喜连连。 自认五音不全,不会台语的张小姐,今天拿着麦克风,高歌一曲,她丝毫没有雀场。 勇气可嘉的她,更获得农产寺提供的CD。 很好,也在流眼泪,可是很关心。 很感动,真的。 唱完三首曲目后,老师特别设计改编巴士动场的动作。 带着台下民众放松筋骨,欢乐带动唱。 大家展现灿烂的笑颜,开心手足舞蹈。 好几位长者肢体动作灵活,令人感觉活力无穷。 老师,大家都很高,很高兴,大家都很高兴。 我还不想,你后来吗? 对,都来,都来,已经来。 好,谢谢。 农产寺未来十月四号,十二月十二号还会再举办两场。 欢迎民众可以陪同父母参加,在短短一个小时半, 合家体验佛法的慈悲与智慧的清凉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